首先呢 说到制裁措施 大家会观察到的是 在俄乌冲突两周年的时间节点上 西方又推出了新一轮的对俄制裁 制裁明显升级加码 美国方面格外强调的是 对俄罗斯的制裁是针对500多个目标 显示呢 对俄罗斯的打压的力度 但是呢 我们从制裁的手段以及达成的效果当中 首先可以看出的是 观察过去两年 尽管制裁不断的升级加码 但是并没有达到西方的预期 即阻止俄罗斯继续开展特别军事行动 对俄罗斯造成更多的损耗 最终打垮俄罗斯 而最新一轮的制裁 推出的时间点 在两周年的这个时刻 某种程度也是对乌克兰的安抚 因为大家会看到 在园乌的问题上 西方的园乌疲劳症没有消失 反而进一步恶化 尤其是在美国国内 因为党争极化 在美国国会难以推进相关的军援法案 所以在这个焦虑的时刻 以大规模的制裁来展示对俄罗斯的压制 向乌克兰传递信息 西方仍然在试图打击俄罗斯的经济 最终会对俄罗斯进行削弱 试图以此鼓舞乌军的士气 这是西方希望达到的目标 但是从目前的制裁的手段 以及最终发挥的影响来看 即使是在西方内部 也认为制裁的不断的加码 哪怕是针对500多个新的目标 也不会产生立竿见影的效果 甚至效果是十分有限的 但是我们会看到 多轮制裁之后 世界在发生一些变化 首先从制裁手段不断推进的过程当中 俄罗斯在进行应对的时候 应该说绕路是俄罗斯选择的一种主要的方式 一方面在石油交易 能源产业生产 以及运输等方面 俄罗斯寻找了其他的期待方案来绕开西方的制裁 而同时俄罗斯更多关注到的是 与东方 与亚洲方向的合作 那么尤其是近一时期 俄罗斯认为 与亚洲方面的合作 一方面可以对冲美国的所谓的印太战略 而另外一方面又可以寻找更多的合作契机 是可以转移西方制裁的一些压力 使自己的发展经济有更多的韧性 所以在俄罗斯进行调整的过程当中 大家会观察到的是 全球能源生产 以及运输合作的格局 都在发生一系列的变化 而另外一方面我们观察到西方的制裁 应该说制裁的进一步的延伸 长臂管辖 确实是一个正在逐渐加强的动向 不光是针对俄罗斯 还针对与俄罗斯有联系的一些国家 或者更直接的 在所谓的制裁俄罗斯的借口之下 来对其他的大国进行打击 也是制裁加码过程当中我们已经看到的这种趋势 所以在这种趋势之下 未来西方正在制造更多的脱钩断链 在以所谓的产业链 供应链 安全为这种借口旗号之下 在不断的开展大国竞争 所以不断的制裁加码 在制造更多的阵营的对立 以及分裂 对于世界经济未来的发展复苏来说 将产生更多的不确定性 带来更多的负面影响 这种方法就会有点重复苏来说